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Jack,Jack你好 你好 请你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我叫Jack,今年31岁 目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然后在国内有过一年工作经验 在美国有过四年 那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 当时是如何找到这两份工作的呢 一份是国内的,一份在美国的 在国内有过两个工作 一个是国企在某个大设计院实习 然后另一份是一个私企 然后实习的那份是我本科在这边上完了以后 跟研究生之间有三个月的暑假 然后我就回国 我本科的时候一个师兄给我拉进去 然后研究生完了以后 在这边有幸认识了一个 就国内那个私企的老板 他在这边移民在美国 但是还远程控制那个公司 就跟他干 然后但是在这边H&B没抽中 就我们只有一年 然后没抽中的话 就OPT用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回去就直接在那个老板的那个公司 国内那个公司在深圳干 然后又干了七八个月 然后因为我老婆在这边当时读博 所以我就F2又回来了 然后在这边又又重新抽了H&B 后来又抽中了 经历非常的坎坷 比较曲折 对 你在国内做的这些具体工作 和美国的工作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好我来大概阐述一下 我都做了什么 在那个设计院的时候做的就是 就是催 因为还是食医生嘛 所以就做 基本上就做一些打杂 不太重要的项目的一些前期的设计 提供一些方案上的设计 然后包括一些汇报的文本 PPT那些东西 私企的话也是就做的内容比较多了 做前期的设计和一些设计扩出 就是扩充前期的设计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也会跟着做 当然也因为刚毕业也不太会很深的东西 也就是一边学一边做 也做一些方案的文本什么的 在那个国企的话 在那个设计院主要做的是工件的项目 比如说社区的一些活动中心什么的 图书馆之类的 然后在那私企的话做的是住宅 因为我们公司跟好几个国内比较大的 那个房地产开玩商就合作 他们拿地我们做项目做住宅比较多 然后在美国这边就 因为工作也四年了 工作比较久 所以基本就什么都 从前期的项目设计到中期的设计扩出 到后边的施工图 到后边的施工管理 包括还要帮着甲方去跟政府打交道 要去市里开会这些的 因为你的服务里边都包含了 所以你都要去做这些事 然后我们在这边在美国做的 我们公司做的项目就是 基本都是商业 就是办公楼或者一些零售 就那些shopping plaza那些东西 就你个人而言 你觉得两边的工作环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工作环境我觉得分硬件软件吧 硬件上其实差别真没什么 你去了国内那个公司 你感觉跟里边也没什么 就感觉办公楼设施桌椅用具那些都一样 然后软件就是公司的文化和一些员工上面的 我觉得差别还挺大的 先从工作时长来说吧 工作时长最久的是国内的那个四季 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 公司规定是9点钟到 到那指纹打卡 然后6点下班 但基本上你可以晚点到 你可以10点到 这倒没事 但是你下班基本上也是10点以后 就经常加班 到12点到午夜打车回家是很正常 但是你晚上几点走了 你可以白天再晚点到 就跟我说 就10点钟到也可以 然后而且10点半以后走的话 打车是公司报销的 所以你要是熬到了10点 那为什么不到10点半呢 是吧 然后周六基本上也是在公司度过 所以基本上就只有周日可能会有点自己的时间 然后我来到美国以后 因为有时差的关系 所以我经常看到我的白天 差不多早上六七点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发朋友圈 就还没有睡 就说明他们已经通宵了 这很正常了 其实 因为一个是项目多 还有一个是竞争 竞争也大 就是国内比较注重多块好省 竞争也大 你要是不加班加点的干 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别人的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那个设计院 设计院毕竟是国企 所以在这个制度什么上面 比较正规和严格一点 基本上6点7点可能就能走了 加个班也加到 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七八点就走了 然后最闲的就是美国这边的工作 基本不用加班 差不多朝八晚六就这么个时间 然后但是有时候项目特别急的时候 加个几个小时也是正常的 到目前为止 在国内和美国工作当中 你遇到的 你觉得对你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美国我觉得挑战就是 还是最大挑战就是语言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不是母语 不是英语 就算来美国十年 你的语言还是会 跟他们讲母语的 肯定是不能在一个水平上 不管是开会也好 你阅读一些他们的材料 那些全是英语的话 你肯定速度和理解上会慢一些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在语言上 而不是你真正的工作 如果语言过关了 我觉得真正工作就行云流水了 在国内挑战 我觉得在国内挑战还是 国内的人都太强了 在国内你必须付出很多很多努力 才能跟他们有一拼 就是我在这边读完书 回国我觉得使用一些软件上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棒了 回国以后我发现我就垃圾 所以跟国内工作的那么一年 我在软件上进步是突飞猛进的 就跟那些同事们学 然后带着那些 在国内学的那些软件上的东西 再回到美国 再用到工作中就发现 我把他们 我把同事都秒杀了 就说明国内那帮人 就在技术上是非常棒 然后包括还有工作的精神 拼命的精神吧 在国内我觉得已经达到极限了 但他们还在继续干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挑战 回来美国以后 我稍微加个几个小时班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非常累了 我还没事 那就你的个人工作经验来讲 你对当前这个行业的前景 是怎样的看法 而且对你自己的个人的 一个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先说大的就是行业 我觉得国内的行业 会就蓬勃发展 越来越牛逼 美国感觉就是 也不能说死水吧 但是就是很慢 发展的很静态 因为国内的项目多 然后项目大 业主们真是太有钱了 我在国内做的那项目 动辄就是几万 十几万平米以上的 设计费 光设计费 有几百万的设计费赚 那项目都是几亿 十几亿的项目 在这边大点的项目 也就是十万尺 也就是一万平米 然后通常做的项目 也就是几千尺 几百平几千平的这种项目 设计费也就是比较少 就像因为是跟项目挂钩了 而且还有我刚才说的就是 国内的人真是太厉害了 这边的人 就是你要是在美国 真的是在美国学了建筑 在美国工作 回了国真的会不适 但是你要是在国内 学完了有工作经验 你来这边 你来这边就可以秒秒秒秒秒 秒这边 所以我觉得已经完全不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出洋没外的时候 在国内以前是公司里边开个会 随便建设拉个老外 充当外籍设计师 然后就能忽悠甲方 现在完全不如那个时代了 现在国内非常 建筑行业非常牛逼 相对的美国已经 不能说走下坡路吧 但是趋于平淡了 项目本身方面 国内都是新项目基本上 这边旧改比较多 因为这边已经 城市化已经到一定阶段了 所以起新楼的不多 一般都是把旧楼改一改 但是这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这边的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尊重历史的东西 就是我宁愿改一改 我也不太想把它拆掉 推了重新建新的 当然了中国地大物国 有那么多地改新的 这是一个点 我不能否认 就这个行业的话 我比较看好中国 自己的话 就是自己如果个人发展的话 其实中国也是一样的 都是类似的上升渠道 就是你先进入公司 从实习生干 然后转正 然后做 然后考建筑师 国内会比这边很难 这边是考七门 国内是考九门 还是多少 但是考试 这边相对容易 但也很难 基本上考个四五年吧 这边 国内考的时间可能更长 你成为建筑师以后 然后再做项目建筑师 再做项目经理 然后再往上升 就是更高的管理层 基本都这么一个上升渠道 但是有很多人 做到中间就可以自己出来创业了 自己开事务所 但是我可能会一直在公司待着 因为建筑这玩意儿 它要担的责任太多了 我不太想自己自己干 自己担责任 我还是希望在公司 跟公司一起共同承担责任 好 谢谢Jack 谢谢你今天分享这么多 有趣的经历给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